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4月24日星期六的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山 还有澳洲红姐饼镇BC 你好 大家好 才是真烈胸 纽西兰波罗仔聊聊天 易得台阳 大家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言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香煲》洗冷气三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说一件事 其实都酝酿了好几天 甚至可以说是发烤了好几天 就是说有一个环保署的公务员 因为限期前 他那个宣誓声明里面 有些古灵精怪 有些不同的东西 坊间的说法也都相当之多 后来就说令他要停职 停职有什么特别 最特别的东西是不同媒体都说的 我看到一些标题 我都觉得 咦 这样也可以 当时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就是说他因为进不回自己的办公室 因为停职嘛 不下令 就不让他进去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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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为什么进不回自己的办公室呢 躺在街上抗争 所以叫躺街兴嘛 那这个公务员呢 就怀保着公务员啦 因为这样就说要被逼躺在街头几天 还有啊 还说自己是拿不回里面呢 放下了那些药啊 又这样那样啊 自己很担心啊 还是怎样啊 这几天香港的天气都相当反复啊 我都很想知道呢 你躺在街上呢 躺在哪个公园呢 哪条街呢 撕纸皮啊 麦烂纹啊 还是什么呢 这些呢 你完全呢 没有照片 没有照片 没有证据呢 你说什么都可以啦 是吧 你躺在天调底啊 不如 好不好 那麽令到整件事呢 今天很诡异啦 那些蜜人 蜂友呢 可能一见到这宗新闻的时候 都说啊 好过瘾啦 为什么你们不说一下呢 当然 看清楚有没有落魅 先啦 因为太多东西呢 都太过戏剧化啦 那后来又见到有他的办公室的东西呢 就搬了出去走廊啊 还是怎样的 也封好一箱箱啦 相当整齐呢 有捆摸捆住他 好像差不多都 成十几二十箱那样的 哇 那么多的啊 这条人啊 那条铰匙是否在这里面呢 当中的细节呢 我们暂时不说了 我觉得那些什么最奇怪呢 我一听到的时候 我都觉得好像不合理啊 现在香港这个社会呢 其实有没有人呢 都是因为自己家里 拿不回铰匙出来 而搞到要流浪街头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啊 是不是呢 啊 你没有朋友的啊 你没有亲人的啊 有一间酒店仔住也不是很难过啊 我想 嗯 那真bc也要踢爆了这个重点啦 是吧 喂 你华盛也有一间房子坐啦 搬了这么多年的公务员 是吧 一千几百 staycation 走下去泡浴缸都不错啊 是吧 没得搬就不搬啦 参加晚先啦 几大刀 喂 几晚你要搞到睡街 我也不信啦 是吧 不如说 拿出些报纸 自己怕冷了啦 好不吧 啊 啊 没可能的事来的嘛 这一看就知道 这都有点凶嘛 啊 那有些位置都挺有趣的 挺楼申门的 是吧 啊 他说 我已经在限期前呢 已经交了我要签的宣誓声明那些了,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公务员,胡先生那些在那里说的 后来又再爆出,他说的一件事,他又爆出了什么呢? 就说他曾经附上了4-5份的备忘楼,加自己想表达的疑问 还说包括了,例如签了一些声明之后,是不是属于更改合约,其口也有至少两次加签和提交 但是又没有任何附加的内容,总之很多古灵精怪这些东西 如果你问我,我会留意哪一方面公布的新闻会比较准确或者可信性比较高一点 所以当然是现在陆陆续续都在改变着,也有些人说接台好过了 就是香港电台,好了,我们看看香港电台怎样说这件事,对于这件事好吗? 当然了,香港电台一定会拿回环保署的第一手资料 当然有些黄媒说,环保署,他说了,恶了,冠冠双位 那你要这样的前撤去说,那你不需要再听了 你也不要给个手指弓向下我们 我这个我最不喜欢,你都没有听我说什么 你都听我说了,给你手指弓向下 我见过一些,我是拍摄一些花草树木,他都要给个手指弓向下的 这些什么人呢?究竟是怪人呢?很多这些人 就是你反对这个大自然,是不是? 那你都挺奋世侄俗的,不要紧了,你不喜欢这件事 应该说这些人应该要离开地球去火星 就是你对于地球那些一操一擦都不喜欢 那你还喜欢什么呢? 环保署怎么说呢?对于这位阿生 他说,有一个员工三次交回这个叫宣誓声明 每一次都在这个签署栏上面写了其他的字据 所以就认为对方就没有在这个限期前交回 就是妥为签署的声明 如果继续行使权利和职能,就会违背了公众利益 即使让他继续混合,就会违背公众利益的意思啦 根据公务员括弧管理的命令,所以就要他马上停职的 目前当局正是根据命令方面的相关条文,跟进拒绝签署声明的个案 即使他在签署或者声明里加了料,有点像当时的立法会那班人 继续再说,他说这个停职的公务员,不满环保署不准他回到办公室 收拾这个叫私人物品的,包括了一些锁匙和药物等等的 环保署就反驳了,已经给了对方全日时间执拾 哦,那就来了,即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原来你这个人自己不管,给足一日时间你都不拿 也都表明了,会将对方没执拾好的私人物品送回他家的地址 由于物品太多了,就需要处理,已经被停职的环保署公务员 这个老虎他说呢,当然他说自己啦,我又签回那个宣誓声明书的 不过他又说处方未收到,之后呢,又再补签 他说也都按着要求提回这个叫书面解释的啦 不过呢,12号的时候就收到人事部通知他停职的安排和 他说对方转交给公务员事务局跟进,又说自己过去几天一直在这个 盼工室外呢,守候的,希望可以拿回自己的物品啦 他说期间呢,一度有警员,即场啊,将他赶走 他质疑呢,他说是当局发动这个叫政治活动啊 他说所以呢,就要求对话,强调停职必须要基于具体和明确的规章和制度 那么环保署也都回击他哦,他说已经在今个月12号的时候啦 已经向了这个员工宣读了这个叫停职的信件的 也都清楚表示呢,收拾个人物品离开之后将不会让他进入办公室范围的 也都曾经表示过,可以让他拿回这个锁匙和约密的 后来他说又拒绝又是怎样啦,对于有人混淆视听都心表遗憾 你说环保署会不会造假还是怎样呢,这个可能性又非常之低啦,那为什么呢 刚才说了,走到他的面前呢,宣读了你已经勒令停职的信件了 好像执大利上来,跟你说你已经被辞职了,怎样怎样怎样 你要快点收拾东西走 是呀,很硬啊 我见过一些公司,我们可以说一下呢,见过什么奇人其事 我见过一些公司是这样的哦 他想炒,即是同一个人解雇一个员工的时候 例如他可能试用期也好,还是怎样怎样都好 这个我都不很有印象,好像是突然间想炒他的 那又怕他呢,会对公司不利哦,就好像这些优势那样啦 那大家都知道的啦,这个年代呢,大家翻写字流工呢,很多时候都会有电脑的嘛 例如好像台仰这些啦,可能牵涉到一些IT啊,甚至乎database啊,server啊的问题 某程度上啊,台仰可能呢,甚至乎台仰那些员工呢,按几个按键呢 就可能有机会啊,将你整个server的东西,可能你给一个小时他已经有机会 可以帮你全部,彻底销毁了所有东西都还可以的 或者令到你之后啊,里面的资料呢,很难,或者有些什么麻烦 整个电脑系统有问题呢,都可能甚至乎有这样的机会做得出的哦 那么在这个电脑化的年代呢,如果你突然想炒一个这样的人呢,那要怎么办呢 我见过就是这样的,首先呢,就叫HR那里呢,就可能叫他,就是人事部那里啦 那可能打内线就叫他过来,哎,人事部哪个哪个的东西想找你过来谈谈啊,那就叫他过来谈啦 那么那一刻都不知道的,跟他谈的时候,说你做成什么呀,或者这样那样,说到 进到直路的时候呢,就会告诉你,现在经过公司的决定呢,就要炒你 叫你现在回到位置,收拾东西呢,就好走啦 那当他回到他自己的电脑的时候呢,其实那一刻呢,已经 是已经鎖了,已经鎖了他的电脑的了,即是他要再埋位呢 想用回自己的电脑呢,已经不行的 即是想再开来做其他东西,原来他刚才在看 某一些网的,或者做工作以外的东西呢 那就麻烦了,那就大了 那刚刚还被人鎖了一部机,如果最惨的,你还要开了自己的Gmail啊 或者Google啊,那样的,那就麻烦了 哎呀,麻烦点啦 所以有时候有时候,那些公司突然叫你走开,可能你也要 将自己的东西鎖了回来好一点 最好就不要在公司做自己的私人东西啦,这个是最稳妥的 你自己的私人东西就拿自己的手机看看好了 我觉得 嗯,是啊 所以啊 所以我看到就算 说你过了时间,就不让你回来收拾 其实也对的,要保障政府的机构也好 甚至乎不同部门的资料也好,还是怎样也好 我觉得这样就摸口飞啦 我们都见过,刚才都说了 例如这些IT公司那些 就一定要这样 是不是呢 你能买到一部电脑,你再继续开到它 你可能瘋起来可以做到很多对公司不利的东西的 是不是呢 谁知道你会不会回去拿回几份文件啦 或者不同的环保的东西,还是什么都好 是不是 为什么要给你一个限期,和有人看着你收拾呢 就是这样的 要你这么瘋的话 那这个人都继续讲啦 又说,哎呀,那些血压药都在里面 那样,掩住个胸口又这样那样 喂 这个年代 你没有了这个血压药 你可以再配过,是不是 如果你这么严重的 如果你严重到这样的,吃少几个钟血压药都不行的 那你就应该不要上班啦 是不是 还有啊 这次呢,带了职工盟上去玩,挺搞笑的 找它来做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 职工嘛 对职工不公平,那就要找职工盟 应该如果职工,你找职工盟都帮不了什么手 最后都是要掃出法律的,如果你觉得是有问题的话 对吧 难道你带成派人上去,大炒大闹 没有意义的,做这些事 是呀 笑死了,因为没了你,不知不知 随便带了一件叫什么 登纪蓝的人上去 搞搞真 开了影片,又报警 又这样那样搞大他 我看都不错啊 政府方面呢,就找了搬公司 那些人上来帮你搬走他 还好啊 是不是 还说送到来你家 逆了你啦,不用自己搬 是不是 不用自己搬 还好 是啊 职工盟呢,就出来做炸两啦 其实这个叫胡先生的老虎 自己呢,都没说太多的 他好像说到自己呢,躲在床底 看到他怎样签 好像躲在办公室一样啊 还说呢,这个部门呢 要铲除这个异见分子 我想问一下,那为什么 个个不铲,只是铲他呢 已经说了,在声明上 自己加了料嘛 加了什么料呢,他都没认 你没理由,但是不过都 我想正确来说呢,环保署又不会爆他那份 那份东西,究竟写了些什么下去的 那后续呢,都还有少少跟进的 这个是传闻来的 这个不得而知 还说呢,这个环保署呢 他就会搬回东西去他的家嘛 不过你说要收五千元 否则呢,就会运到迷离仓 暂存一个月 那是不是要五千元呢 还是一千五元呢 我们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是吧 这个你如果放了在 走廊,你的东西是你的 那你就 找人搬走他 那你又不搬 然后等他搬 搬完,说五千元贵 又说迷离仓 有这样那样的 那你想怎样呢 是吧 那如果是你的那些东西 你觉得这么紧要 那不就趕快 那拿回就算了 又说谁作故事 又说这样那样 不得而知了 我想未来可能 还有少少罗生门 事件在里面的 你说 那为什么会 有机会会爆大祸 还是怎样 会不会爆出什么 原来的真相 究竟是怎样 因为呢 就是因为这个职工盟 搬了脚 你都知道了 这些职工盟 越说越大 现在又说什么 什么意见分子 这样那样 你说到这些 就很词试的了 那对于这个人 这个老虎 你不知道他 现在没了这份工之后 他还想不想做其他东西 看他的样子 又未次退休 如果他还要做其他东西 那他怎么办 当然了 乖乖投降 有什么投降 应该说 他说出真相 就最好了 因为最怕 他们这些职工盟 拿去打造成 被打压的对象 拿出来做人血饭头 是不是 他们吃得很过瘾 是啊 他们一定会这样 将这件事 放大来说 然后 看这个受害者 怎样怎样 说 将整个案子 周围传 哇 你看这个人 打压得几惨 那就麻烦了 这个人 但是想转工 就懒了 是啊 有些人留言都挺有趣的 14星级酒店 香港 三百多元都有交易 扮了可怜 好像很划算 希望 这些 什么睡街的 就不要再作了 太好笑了 他就是想做个很惨的形象出来 就好像政府逼得我 要睡街 是不是 那么没人性的 我普通人来的 只是不帮你签一份东西 这样 似是 如果你真的要弄到自己 烂身烂身 至少拖个红白蓝的出来 是不是 然后用锅鲁茶留在面上 这样才似的嘛 三秒混蛋 没错 完全都不似 然后底裤露出个 酱筋出来 这样才似的 底裤 三天 两三天都没换个底裤 这样才似的嘛 是不是 这次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